在韩国汉字的影片中有不少朋友都留言指 韩国在2005年去汉化才把首都名由汉城改做首耳 这个看来很普遍的观点 其实只是我们华语使用者一厢情愿的想法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就会和大家简单讲一下 百多年前已经不是叫做汉城的首耳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实用甚至无用的冷知识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首耳在朝鲜半岛自古以来都是重要城市 更曾经记得成为过不同的小国或朝代的首都 这个城市在各朝各代都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 根据韩国最早的官收政史 十二世纪城书的三国史记 首耳祖在公元前十八年朝鲜三国时代 由百济国开国君主温造王所建立并定刀在这里 当时就叫做慧礼城或者汉山城 慧礼城的意思是我们的城 虽然百济很快就迁刀并建立了另一个慧礼城 但自此之后这个位置就一直成为高巨礼 百济和新俄三国必争之地 他在三国时代后期被新俄吞拼 改名为南村 到七世纪的统一新俄时代又再改名为汉阳 再到公元十世纪高历皇朝初期再改名为扬州 高历皇朝第十一任君主民宗就在公元1068年 将他定为陪都南京 一三零八年第二十五任君主钟列王又改参汉阳 再到一三九四年朝鲜理事皇朝开国君主李承贵迁都 到这里将汉阳改成汉城 汉城这个名字终于出现 自此这里就成为整个朝鲜半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一直到1910年的朝鲜日治时代 日本人基于种种的政治原因将汉城改为京城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46年南韩在美军托管期间颁布法令106号 按韩语将首都定名为 意思就即是首都 而英文名就正式定为Soul 不过Soul的拉丁字母拼法 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十九世纪法国传教士 无论如何至大韩文国立国以来 他们的首都一直都叫做Soul 请大家先记一记这个韩文的写法 虽然我明白有点难 奇怪的是以战之后 全世界基本上都跟从了Soul 这个新名 唯独是华文世界没有这么做 还一直沿用1910年日治时代以前的旧称呼汉城 就例如是我们叫惯的1988年汉城奥运 英文就是Soul1988 而韩文名都是使用Soul 所以从任何角度 华文都理应逆成1988年首尔奥运 虽然韩国官方不再在韩文使用汉城这个汉字 但对外就没有阻止华人继续这样做 更甚的是韩国官方以至民间 都一直默许对外的中文写法沿用汉城 例如韩国旅游部门的中文宣传之旅 而正式的韩文名称Soul 就一直没有翻译出对应的汉字 这个做法更不时为华人带来温柔 例如首尔大学的韩文原名 在二战之后就一直叫做首尔大学 但在1970年代韩国又开办了另一间 原用汉城旧地名来做名的斯立大学 汉城大学 由于Soul 没有对照的汉字 所以这两间大学在华语都会译成汉城大学 直到2000年代初南韩政府才好像突然发现 只有华语国家仍然用差不多100年前的旧地名 于是在2005年1月19日 首尔市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将汉字名证明为首尔 所以韩国在2005年去汉化才将首尔名由汉城 改成首尔的说法其实并不正确 对于南韩人来说 汉城这个名组在100年前的日治时代已经停用 也从来没有恢复过来 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对作为外文的汉字作出更正 情况就有点像白俄罗斯和白罗斯的翻译谋误 有兴趣的可以按这里看我之前另一条片的讲解 至于韩国去汉化的指控更加想多了 人家早在1948年南韩的时候就已经去汉化 便又等到2005年 在韩国汉字那条片都有提到 无论南韩还是北韩 都还在南韩第一年着手废除汉字 另外再补充一点 无论汉阳还是汉城 名字都是取自流经城市中心的汉江 在韩文中汉亦都有大的意思 例如汉字就是指大路 而汉江的原意就是指大江 至于大和汉为什么会扣连在一起 目前已经无从口据 也很容易引起无限联想 其中一个讲法就是 古朝鲜人将汉朝这个国家等同了大 无论汉城的意思其实是指汉江上的城市 而不是汉族、汉人或汉文化的城市 平心而论 韩国所谓混合汉字使用的国家 官方竟然一直都没有重新翻译首都名 更同时默许对外一直使用汉城这个旧名 所以华语世界认为 韩国在2005年才将汉城改成首尔的谋误 多少也是由韩国政府自己造成 最后在翻查旧报道的时候看到 当时的华人对汉城改名为首尔其实都不以为然 更加认为没那么容易改变华人几百年来的习惯 但十几年过去 事实证明要改其实都很容易 相信各位现在都已经很习惯叫他做首尔 好了今天影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又还是叫他做汉城 还是已经很习惯改后做首尔呢 如果对这个题目有什么看法 或者知道上有什么补充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 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